大家周末愉快 我是老船长 他是猪脑袋 我相信我们小的时候 都有听过一个叫做狼来的故事 那现在的小朋友有没有听过 我不知道 那么这个狼来的的故事 大概就是说 有一个也是算少年纳 就小屁孩 他在山头上大喊说狼来的叫救命 那这个山当然是像小三丘一样 下面就看到一群的怎么样 在辛苦工作的这个农夫 就放下了怎么样 手中的这些厨具 然后往山坡上冲去救他 到了山头上 发现了怎么没有狼 那这个小屁孩就跟他们说 狼走掉了这样子 然后大家又怎么样 那就再回到这个田里去工作 想说没有事情最好 那这个小屁孩就觉得这样子很好玩 对不对 看人大家紧张兮兮的 然后最后是没有白忙一场的时候 他个人是变态就觉得很好玩 然后没有多久到了第二天他又怎么样 顾忌虫师他又叫狼来了救命 这些人当然就是讲说上一次没有把这个狼抓到 那这一次上去看看能不能索性把这个狼打死也好 对不对 一票人就冲上去 发现又没有狼 结果大伙怎么样 就问他说你刚才不是说狼来了叫救命 对真的有啊 可是狼又跑掉了 结果大家怎么样 因为毕竟是在忙着浓雾嘛 对不对 那中间打断你又跑上跑下 累得半死 大家这一次就兴冲冲的就哇 好下山去了 那当然小屁孩就觉得很爽 因为同样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做两次 效果都一样 到了第三天 他就怎么样 又跑到山头去 结果呢 他还没有要喊狼来了 就这一次狼真的来了 他吓得半死 而且不只一只狼 是一群狼 他就大声地叫救命啊救命啊 狼来了 就这个山坡下的这些农人 听到以后就说 这一定假的啦 吃得啦 就算有上去狼也是跑掉了 对不对 大家就继续忙着自己的农牧 然后呢 这个小屁孩就被狼给怎么样 咬死吃掉 那我们小时候听到的这个故事呢 告诉我们什么 大家有没有想过 就说 一个人哦 你讲话要有诚信 对不对 你不可以怎么样 一而三再而三 利用人家的一种怎么样 同情心啊 孟子就讲啊 彻隐之心啊 人皆有之啊 利用别的这种爱心 然后呢 然后来耍人家 然后最后呢自己还很开心 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那当然老船长要讲这个在社会上是绝对是 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可是呢 我今天节目一开始 因为周末假日我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 转发出去 我相信对你一生 在股票市场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因为接下来你听到的会是很震撼的 老船长你赶快讲 我们很期待 好 那我说过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人而无幸不知其可 这是不对的哦 但是在股票市场 各位听好了 主力啊 主力啊 很喜欢用这一招啊 这话怎么说 哇发动了 大家怎么样追进去 是 下一次发动哦 怎么样 大家又追进去啊 又是 你这么 这种根本是长假的 散户 他会得到一个结论哦 你这个长假的 我不信你了 各位有没有这种经验 常常你就是被洗下车嘛 对不对 然后你被洗的次数多了以后 你就怎么样 你就不相信了嘛 对不对 就像我跟大家报告 我说啊 这个手上一定要有船票 很多人刚开始相信老船长啊 对啊 这个一定会涨起来的啊 结果没有涨起来 一次 两次 三次 受不了 船票一撕 啪跳海 不是这样不好了啊 船票就卖掉 借卖掉 不要了 对不对 你老船长 你讲你的嘛 反正我们信你个鬼 对不对 那我在这边大声疾呼 有没有用 没有用嘛 我就好像狼来了故事里面的小屁孩嘛 还有谁相信古海老船长 没有啦 可是不同的是哦 那个是狼来了的故事 小屁孩最后第三次被狼吃掉 老船长没有啊 我继续在这边跟你说 怎么样 狼来了 意思就是说 我不会因为主力的洗盘 而改变了我的想法跟做法 那老船长 你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比较笨是不是 还是很执着 不是 因为股票市场 它的生态就是这个样子 我在这个市场待久了 我知道 有一些股票洗着洗着 就破底就下去 然后再破底 甚至就下市了 都有可能 这个老船长懂 可是我们今天 在跟你分析的是 货柜三雄 你要搞清楚啊 标的物已经很明白的 讲的就是 货柜三雄 货柜轮 泡泡龙 杨妹妹 海公公 不是 长龙 杨明 万海 好 那这三档股票 它们的基本面 现在已经没有人在乎嘛 所以我说这个主力 它厉害到 它可以把你 刚开始来到股票市场里面 说 我来投资的 那请问你要买什么股票 麥克风督过去 这个是当然要买 G.O的好股票 对 那货柜三雄 G.O 超级G.O 买不买 不买 不买 有的什么意思 为什么 因为EPS 再好 营收再好 没有用 现在全市场得到的结论 就是这样 所以我说 你们都被主力 洗的已经怎么样 它从你的内心开始洗 洗到你告诉自己 我们要买别的股票 不管别的股票 对不对 公司有没有赚钱 它就算是怎么样 赔钱公司 我们也要追下去 例如宏达店嘛 对不对 这是洗脑成功嘛 你们到时候看交不交得出成绩单嘛 你不要看它涨停板 这种股票 一旦主力出货 或是出货完毕的时候 帮开跌停板 你跑都跑不掉 大家懂意思吗 我不是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 你要玩可以 我也说过 头顾老师可以带会员 去买亏损公司 百分之百可以 但是你要保证 他们能够怎么样 安全进 安全出要获利 如果不行 那你把你的会员 当白老鼠 人家的钱是怎么样 辛辛苦苦攒 你赶下来的钱 又不是偷 又不是抢的 不管了 我要做生意 我就是去买涨停板的股票 什么 本益比过高 没有关系啦 你看那个货柜三雄 本益比超低的三倍 趴在那边 对不对 就告诉你 投资就是要怎么样 买会标的 现在全市场的言论 做法 看法都这样 包括法人 外资也是一样 外资 现在也很多都假外资 也是变得隔日冲了啦 所以我说这个市场 目前是乱了套 你没有办法透过这家公司 很赚钱 然后你去买这个股票赚钱 反而很赚钱的公司 我举例 没有人要 这国具啊 上半年赚了超过两个股本了 今年随便搅拉拉赚四五个股本 这公司没有成交量 没有人要 但是你注意看 它从底部慢慢上来 什么时候有人要 突破喷出 因为现在的投资朋友 喜欢追股票 我知道 对不对 那什么时候会有限市报 就是当他们追完套牢 而且没有办法解套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再来讲 他们会相信我 然后问我怎么办 我就回答三个字 看着办 我说你如果来到股票市场 你一直用这种心态 现在的市 刚好是要买投机的 什么元宇宙 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有的没的 我根本懒得听 虚拟世界的东西 只有小屁还喜欢 你去问问那些上班族 谁跟你虚拟世界啊 对不对 就像苹果 已经这么好的公司了 苹果大家知道吧 应该没有人说 我没听过吧 这么好的公司 营收获利衰退 他讲了一个天大的理由 叫做供应链的问题 随便他讲嘛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跟你们讲 你们就是要 相信古海老船长 你一定要从基本面出发 时间久了 你会得到你的怎么样 丰厚的一个报酬 所以我们现在 赶快来看2603 因为他是航海王 对不对 里面的龙头 各位看到没有 这里是不是像一个小碗公 是不是像老船长讲的一样 这里打一个底 对不对 是为了洗这边 因为很重要 我们先进广告 喝一口水不要走开 I will be back 古海茫茫茫茫茫茫 您需要一位顶尖领航者 古海老船长 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 IR团队 提供您上市上柜第一手讯息 我们拥有日夜盘最先进 王冠AI智慧系统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关键 顾得头顾老船长 是您古海中的一盏明灯 顾得头顾咨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财专家 顾得头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向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兼容市场轨拘据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更专业的团队 带领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顾得头顾洽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好 我已经跟大家分析报告过很多次了 我说现在全市场只有谷海老船长 带着大家每一天 我陪着你们 因为我知道 未来货柜三雄会有大行情 那我在坚持的同时 别人再怎么样 讲涨停板的股票 就让他们去 我说过我要划清界限 如果你还有传票的 你来看我的节目 如果你肯赏光给饭吃 你来参加老船长的会员 因为为什么不是要做生意 而是像今天有很多人傻眼 原来货柜三雄也会涨 不是应该这样跌停吗 船票呢 船票昨天卖掉了 所以为什么我每一天坐在这边 我没有一天不讲的 我都告诉你 你绝对不可以把船票卖在阿呆谷 网路上就有很多人笑我 当然那些是垃圾 垃圾人渣不需要理阿 我的个性就这样 我从来不甩那些垃圾人渣讲话 那些人我告诉你 一定是怎么样 社会的底层 然后没有钱的人 我不是说社会底层 这个底层没有钱的人 我看不起不是 我是看不起社会底层 没有钱的人 然后怎么样 没有品 你说你是清扫街道的 但是你的人品很好 老船长反而很佩服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 就是需要这样子基层工作的人 他们很辛苦默默的付出 包括比如说藏仪社的人员 没有这些人 那我往生的这些后事 谁要来处理 大家都不愿意面对阿 他们是值得我们去尊敬的人 我看不起的是那种 每天在家里面 拿着键盘在那边 在网路那边做网黑的 那些都是垃圾跟人渣 他们讲的话根本都不重要 晓不晓得 但是很多人会去相信 那个老船长 讲了航运股害死人 都不会涨 我怎么讲航运股的 大家回忆一下 如果有不对 以后都不要看我节目 第一个我是不是说 这边摔下来 一堆人怎么样 重伤 那你在这边 这段时间整理了两个月 他怎么整理的 他还是有上上下下 因为这里很多的人 还想要进来捡便宜的 有没有 来隔日充当充的 所以会变成怎么样 它震荡的幅度会比较大 你们有没有发现 而且怎么样 两个月的时间 那我说过 这一段叫做怎么样 叫做违背常理 大家记不记得 那一个东西它违背常理 它是不会长久的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很多事情我们从历史 就可以看出来了 比如说一个政党执政 对不对 一开始都说我要很认真 到最后暖去 然后就比较政党轮替 那新的上来我要认真 然后一段时间又为什么 因为做久就暖去了 这人性常常会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都会拨乱反正 你不好烂烂了我就换掉 就来一个比较好的嘛 对不对 那股票市场 股票市场 它跟人生有时候就是很像 你们不觉得吗 这一段我说叫违背常理 各位观众 这一段叫阿呆股 你们记不记得 阿呆股这个名词就是我创的 还有猪头山 很多人拿来用 我很高兴 我不会去讲 你没水准怎么用我的词 不会 我觉得好的词大家一起用 对 让投资人想到 阿呆股是什么意思 阿呆股就是不能杀股票的地方 什么意思 我把它放大 我会有没有讲 我说这边的时间 不会比前面那一波长 有没有 因为这边已经洗了 很大的一波了 所以这边又来个违背常理 这个位阶叫阿呆股 你不要卖股票 我每天赔你 我会有没有讲 有 然后洗洗洗洗 你看它现在慢慢要上来了 那未来我说过 这边买的人应该都会解套赚钱 我也讲过 这边的就不关我的事了 老船长你的确都有讲 但是我们不甩你 我们昨天怎么样 因为非常生气 你看看昨天 这什么线型 又长长的上影线 干掉做肥料 对 你看它多狠 洗三天喔 标准的洗三天啊 洗衣机啊 叫洗三天啊 三支K棒把你洗下车 洗下船喔 一二三 好 那如果下个礼拜 开始往上走 我先预告喔 头顾老师都看好 这个货柜三雄了 可是在此之前 没有人看好 只有我一个 好 看好是第一步很重要 第二步 看好你要有买啊 对不对 相比买一张 买一张能干什么 而且要重压 我一直跟你们说 你们要 将大部分的资金 全部重压在货柜三雄 你如果是重压在这里 我告诉你 未来你会赚翻了 你如果是重压在这里的 你会解套赚钱了 你重压在这里的 我不知道 这样子够清楚吧 那带你们买这里的 注意喔 网路上最大的大摩头头顾 一堆分析师 带你们买这里的 股价的特色 你参加它就是打折再打折 听得懂吗 你现在去看他们的视频 都在讲车用电子 我不是说不能够讲车用电子 而是你带会员买的 会员死掉了 我说股票死掉了 不是会员了 不要乱讲 那不管 讲新的骗新的 如果你有这种遭遇 你来找我 下咪 你要去告他们了 没有用 他们在节目上 还是天天大赚 永远大赚 你听得懂吗 他带你买股票 他都有发折讯 对不对 他也许就怎么样 跌跌跌跌到这里 比如带你买在这 注意喔 在这边发折讯叫你出 不出是你家的事 投顾没有保证获利的 所以你告不了他 但是你可以抓他 在节目上的语病 他说你来参加我 就都大赚 一定大赚 这一句测入下来 就是诈欺 这些老师 他们其实 有的时候就是 自以为聪明 觉得自己很厉害 其实他们上节目 有很多的语病 要我来抓 都抓得到了 他们节目一定常常讲 你来找我这很简单 都一定大赚 参加我 对不对 我会员都大赚 他只要讲我会员都大赚 那代表全部的会员都大赚 你是他会员 可以告他 你把节目撤入起来 因为没有嘛 他会员不是死在钢铁 就是死在航运嘛 很多啦 钢铁有没有起来 那准备还要继续破底 他为什么没有办法跟货柜比 差很多啦 人家这个基本面 国内有没有电子股基本面 比货柜三雄还要好的 你告诉我嘛 你告诉我嘛 那大家看到前几天 友达喷出去 这个 有没有 跟航运像不像 这里整理 这里可能就是怎么样 违背常理 然后这里怎么样 阿呆骨 然后喷上去 当然啦 距离这边还没有解套 能不能解套我也不关心 我也不在乎 我们早在这边就卖掉了 所以这一段跟我们也没关系 对不对 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这个 那面板已经先表态给你看了嘛 有的什么意思 很简单啊 因为面板人家就是很赚钱啊 当它跌的时候又再跌到阿呆骨的时候 全市场都在骂啊 烂货啊 不会涨啊 有赚钱又怎么样啊 接下来就衰退啊 报价跌 对不起 就是这样子嘛 跟货柜是不是如出一测 你这个塞港的问题啊 要不然是你的 你不可能明年又这么好 就是这样子讲啊 所以我看到面板股这样喷出去 我心里很高兴 就是慢慢大家开始要回归基本面 谁 从法人开始 因为法人他喜欢买的是大量的 几十万张几百万张 他不可能买一个小股本的 买个几张不可能嘛 那这个大资金的去处要去哪里 去哪里 面板已经先回归了嘛 那面板的基本面 有没有比货柜三雄好 没有啊 货柜三雄比面板还要好 那面板已经先噌噴出去了 你告诉我货柜三雄 下个礼拜有没有机会 所以你现在还有船票的 而且你是重压的 你跟哪一个头顾哪个老师 不重要 我相信他一定早就不理你了 你来找我谷海老船长 因为我已经划金界限了 我就是专门收船票的 我不是像人家用骗的 我就是专门 你听得懂吗 你每天看我节目 我每天讲 所以你有船票的人 你来找我谷海老船长 你可以很安心 你可以很放心 未来 注意哦 以他的基本面 他就是应该往上大涨 但是你坚持得住吗 到今天之前 尤其是卖在昨天的 今天去撞墙 要叫救护车了 老船长我每天看你节目 可是我在盘中还是受不了 所以我就是怕这样 我就是怕这样 所以为什么请你来找我 那这一章各位记不记得 我说操作航运股一定要跟老船长 你现在应该相信我了吧 万一下个礼拜开始 他又开始跟面板一样噴出去 那他的这个续航力 绝对超过面板了 你要知道面板杂音很多 货柜三雄拿什么杂音啊 接下来11月10号以前要公布 10月营收 你等着看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看完之后 你所有亲朋好友 包括你自己 你有船票的朋友 你扪心自问你要跟谁 藉着今天航运股的第一天发动 我已经跟公司讲了 只要有船票 注意听好 相信这一章的 在这个周末假日 如果愿意打电话来我们公司 准备迎接下一波的 大喷大涨的行情的人 你拿起电话来 我已经交代我线上所有的助理 如果人家有愿意要跟我 你绝对要让他跟进来 一定要在他的能力范围 如果不行 你们来公司找我骨海老船长 我所有的业务都有交代 所以请你打电话 告诉我的助理 你决定要跟骨海老船长 你有最后的船票 不要怀疑 现在开始拨打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